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丑妇之爱》 故事一开始,国王是一个荒语舞蹈的婚军 正晚他突然听到了一阵美妙的歌声 寻着歌声,国王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 他呼唤了一声,可女人却被吓得躲进了房间 国王以为女人是害羞 于是第二天派人送去了金银珠宝想要见女人一面 但国王万万没想到的时 那个美丽的背影其实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 和老太太一起住的还有她那80多岁的姐姐 姐妹俩看着眼前的珠宝那是别提有多高兴了 很快国王亲自找上了门 想要一堵屋内美女的芳容 躲在屋子里的妹妹本想澄清身份 但却被贪图潜财的姐姐给打断了 姐姐称让国王耐心些 一周后就给国王看自己的一根手指 国王一听,那是被吊足了胃口 在这一个星期里,姐姐努力的保养自己的手指 可是却依然无法抵挡岁月的痕迹 姐姐面对自己不满皱纹的手指哭了起来 而此时,外面的国王已经在敲门了 就在妹妹赶来安慰的时候 姐姐看到了妹妹的手指 妹妹的手指由于工作原因宛如上路一般 姐姐把妹妹的手指伸了出去 国王果然稀罕得不得了 认定了里面一定是个绝色美女 国王在外面色咪咪的请求里面的美女和自己风流一夜 妹妹再次想拒绝 可知时的姐姐已然彻底沦陷 她幻想着自己嫁给国王 于是再次答应了国王的要求 只不过她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为爱鼓掌的房间不能开灯 也不能点蜡烛 国王听后兴奋极了 当场答应了下来 在姐姐的要求下 妹妹用胶水把姐姐褶皱的皮肤沾了起来 想在晚上猛昏过关 玩事后国王没能忍住好奇点了一只蜡烛 看到姐姐的苍老模样后 气得直接让人把姐姐从楼上扔了下去 还好楼下是一片树林 姐姐侥幸被挂在了树枝上没有丧命 此时一位灰巫术的老妇路过 老父亲姐姐可怜就对姐姐施下了魔法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姐姐竟然慢慢变成了一位妙龄美女 就这样赤身裸体的姐姐恰好又遇到了来打猎的国王 国王被她的美貌折服 直接将姐姐迎娶回来做了王后 当然富贵之后的姐姐也没有旺本 时常会拿一些鹰雾珠宝回家接近妹妹 这天王宫里迎来了一场宴会 妹妹特意穿着礼服进宫来找姐姐 姐姐害怕妹妹会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 于是非常嫌弃妹妹 妹妹悄悄的问姐姐 她是如何突然变得如此漂亮的 姐姐为了敷衍妹妹赶紧离开 就随口打了一句我扒了一层皮而已 就在这时国王要回来了 姐姐赶紧把妹妹藏进了衣柜 妹妹在衣柜里听着姐姐和国王共度春宵的声音 心里纷纷不平 明明是自己的歌声吸引了国王 凭什么现在被姐姐占了便宜 第二天妹妹用所有的金银珠宝找到了一位屠夫 让屠夫帮忙扒了自己的一层皮 拖着血淋灵的身躯 妹妹走向王宫 天真的以为自己马上就能变年轻了 但很遗憾 最终她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了路上 而此时姐姐发现自己烦恼还童的时效也快到了 在变回老太婆之前 姐姐迅速偷溜出了王宫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靠着年轻貌美所骗弃的财富到头来终究会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